黃毓民議員 所列舉的兩個案例,包括尖培中案和陳建森案,都跟緩刑無關 法庭根本沒有討論緩刑,就算有,都只屬於旁論 這個是我對法律顧問,在作出回應這段文字裡,其中第一點我要回應 我不知道其他議員有沒有看完,主席剛才說有沒有討論,希望你們仔細點回去看看 第二點,基本法第七十九庫護六條所指的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的說法 即是一個監禁的刑期,參與緩刑的刑期,即是和緩刑的刑期有本質上的差異,輕重之別 這個差異是考慮是否能夠滿足基本法第七十九庫護六條的相關因素 第四點,緩刑的判處是法庭行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109B的權力,是因為這個權力而作出的,它不是普通法的權力 第109B 括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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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相關的 法院在這個胡智星案作出的解釋 跟這個基本法第七十九庫護六條無關,這個是法律顧問引用的,OK? 只是重新109B-5-A條裏面的部分規定 再者,普通法的規定是不能凌駕成文法則 如果考慮整條109B-5-A條緩刑 不是絕對等同監禁的刑罰 如果你看回這一條就是了 我們的理解就是普通法規定不可以凌駕成文法則 這條是一個成文法則 第五,我們同意終審法院就這個全息基本法的意見 確立條文中的立法原意 第七十九B-6條的性質是非常之嚴肅的 解釋的各方都只能夠緊,不能夠寬 所以你看回這個七十九B-6的相關字眼 你只能夠從一個很嚴謹的態度 以及非常之緊的那個定義來看的 看過立法原意的 因此就監禁一詞 就不應該採納 像法律顧問現在所提的那些過寬 過闊的解釋 至於第十七段 你讓我再說一段 第十七段的結論 我的回應有三點 第一就是七十九 括弧六條沒有定出相關的嚴重程度 這個分析 這個分析 就是法律顧問這個分析 並不支持監禁涵拳援刑 再加上援刑和監禁的確存有輕重之分 和法律顧問的觀點 是完全可以套用在我的觀點裏面的 第二,普通法不適用 剛才我已經講過了 第三,什麼叫正常呢? 法律顧問似乎已經有假設 相反,《基本法》第七十九 括弧六條沒有編至隻言 是支持法律顧問的假設 我要講的就講完 不過很多人可能聽到一九雲 因為你沒有看法律顧問那份文件 總而言之就是 我認為這是違反法律的 你們可以試試做 我考慮司法複合